一會放我早就可以了 還要點心 不要在外面趴趴走 現在是山舉防疫喔 而且最後一次就是山舉這次 然後我們現在就走 我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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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來走走 就覺得走下去了 待會散散心就看個車道一看 可能大家都憋不住一直跑出來玩 還是呼籲民眾啦 就是我們警戒還沒有解除錢 還是盡量不要出來 盡量要如法如歸 政府已經有這樣的不達 不要太密的聚會 要真正的人群要保持距離 這就是規矩 其實呢 把心定下來 反觀自己 心地風光 真美啊 生活安靜一段時間 生活安靜一段時間 彼此之間啊 距離保持一下 有形的保持距離 無形的內心關懷 希望讓基隆的如果是個小朋友 在暑假的時候 一樣能夠在家裡 安心的又好的 一樣的食品可以享用 超過一百位的一個志工 在這個地方來幫忙裝箱 然後來輸送 所以我想在防疫疫情的期間 給大愛的一個傳播更為溫暖 愛的善念 要人多 人多 人多 你全程會合 那是力量 要擋住這一波疫情 的力量就大 那是一股氣 這一股疫情 我們人類呢 要共同的善良的愛心前程 過程呢 一道 銳氣 跟這玫瑰銀 我們可以 刷入銀子更快 當我把銀子放進去 銀子會進去 尊重這個疫情 等於一段時間 這個煮箱 是有碰金 為5.10千 而這 是有碰金 20千 新的 50千 最後 這是有碰金 為5.50千 馬來西亞的孩子 他瞭解自己的 起頭的故事 是竹筒水葉 他们也去发展出了很科技的竹筒 这样的智慧我从来没有想到的 孩子们想到了 这多事这么不简单 所以说来教育很重要 只要科技再发达 这种方向是对的 无不都是贡献 来统成下我们救了多少个人 恭喜我们救了十字东西 大宅教育时事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了 所以大家 我们大家就是把食修够好 我们要如何吃 好 我们要吞食的 让我们营养 但是是干净 我们要吃个不要欠债的餐 不欠债的餐食 那是什么 就是素的 一年 一度顶 有虚有肉 就是欠债的餐 吃人死尿 要刑人半斤 这种一直吃一直断肢 這就是缺責 將來一樣要行責 所以欠債殘難是分食 我們轉分為數就沒有缺責